CCTV5直播有变 中国男足今晚20点亚洲杯生死战 决战吉尔吉斯坦 邵嘉一目标三分可力压沙特队完成小组出现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在晚上的20点钟 中国男足将会在U20亚洲杯 我们迎来小组赛第三场比赛 这场比赛也是中国男足可以说是生死之战 因为这场比赛 中国队我们只要说能够拿到三分 我们就有望力压卫冕冠军沙特队能够完成小组出现 那么但是如果说这场比赛我们有任何万一的闪失 打平或者输球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我们的命运就戛然而止了 无法完成小组出现的目标 所以说眼下来看对于中国男足来说 这场比赛绝对是不容有失 那么作为球队领队的邵嘉一在赛前 他也是坚定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要帮助球队拳取三分 我们要昂首出现 在小组赛前两场比赛 我们分别与日本和沙特队是完成了两场交手 其实中国队这一次我们堪称是落入了一个死亡之组 小组内不仅有亚洲杯未免冠军沙特队 还有超级强敌日本队 有这两支亚洲顶级强队坐镇 可以说中国队前两场小组赛打的也是非常的艰苦 但是同样也能够看出我们中国男足在本届亚洲杯上的表现是非常的不错 我们首先在跟日本队的交手中 我们上半场比赛是1比0领先 虽然说下半场被对手扳回两球 也是2比1完成了逆转 但是这场比赛就过程而言 我们跟日本队打个有来有回 对吧 我们的整体表现是随败有容的 那么随后第二场比赛是给了我们更大的惊喜 在全场比赛我们的控球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几的一个情况之下 沙特队的控球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面对这支未免冠军 我们却打出了我们应有的风采 利用简单快捷的防守反击 对吧 我们不跟对手硬碰硬去拼什么脚刹技术 拼一些 传控 我们拼的就是简单快捷高效防守反击 短短的六分钟之内连住两球 2比0击败了沙特队 而拿下了小组赛的首胜 截止目前我们小组赛前两轮 面对这两个强敌 我们是已经取得了一胜一负的成绩 而在今天晚上我们将会面对吉尔吉斯斯坦队的挑战 目前这支球队是这个小组公认的实力最弱的一支球队 而且在前两轮比赛它是遭遇了两连败 今天晚上这场球其实对于中国男主书来说 我们把主动拳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中了 我们只要击败这支实力最弱的球队 我们就可以与日本队携手出现 但是如果说我们万一阴沟里翻船了 那么命运就把握在沙特队手中了 所以说眼下来看 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 不要考虑最后一轮比赛沙特跟日本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是全力以赴击败吉尔吉斯斯坦 而且要尽可能的捞够竞胜球 能进三个千万别进两个 所以说这场比赛弄到最后 中国男足是有可能要跟对手去计算竞胜球来决定胜负关系的 对吧 所以说眼下来看 中国男足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我们不仅要赢 而且要争取大胜 而我们都知道 担任本次我们中国男足U20亚洲杯比赛的球队领队 是刷加一 球队的助理教练是杜振宇 两个人也都是此前咱们中国男足的名宿 而担任主教练的是外教安东尼奥 本次这个教练团队非常的强大 他们也帮助U20国青拿到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打出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很多球迷也高度关注这场生死战 我们央视是否也进行现场直播 那么前两场小组赛都没有进行直播 但是我们看到U20亚洲杯预选赛的女足比赛 CCTV5央视体育频道都已经全程直播了 但是男足的亚洲杯正赛你都不直播 对吧 女足的预选赛你都直播 男足的正赛难道不直播吗 在广大球迷强烈的呼吁之下 CCTV5是否会在今天晚上进行现场直播呢 就在广大球迷都认为会直播的时候 结果CCTV也是正式更新了最新的一个直播定档信息 那么根据预告显示 CCTV5将会在今晚同时段录像播出举动试影赛 而CCTV5家频道将会在今晚同时段录像播出乒乓球的冠军赛 所以说呢 这两个央视频道都不会进行现场直播中国男足的这场球 很多球迷可能感觉到非常的遗憾和失望 但是呢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我个人感觉这样做法 或许是为了给中国男足减轻压力 对吧 此前我们也没有直播 但是中国男足踢日本基沙特表现的很好 这场比赛如果直播了 反倒是给球队压力了 倒不如不直播 不直播的话没准小伙子们踢得更好了 能够拿到一场大胜最终昂首出现 只要中国男足成绩能提升 看不看直播都无所谓的事情 所以说在此我们也是由衷的期待和祝福 在今天晚上20点钟正式开表的这场生死大决战中 我们中国男足能够成功的击退吉尔吉斯斯坦 为球队拿下小组赛的第二场胜利 我们昂首出现的同时 并且能够在接下来的淘汰赛 为我们打出一个更好的成绩 而奠定基础 我们也共同的 拭目以待吧